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总统蔡英文今早于台中事务,7号天宫参拜并发放福袋,蔡英文到场时,有一名男子欲突破封锁线,大声抗议,烟税为何涨30元,男子玄机被警方架开,但领福袋的动线并未受阻,蔡英文在庙前花了半小时发放福袋,领福袋民众热情问候,还有妇女笑说,爱你哦! 今早时时25分,蔡英文由台中市长林佳龙,立院副院长蔡奇昌,市议员杨典中,王立任等人陪同前往浩天宫参拜,随后与庙方人员合照,蔡英文随后在现场发放幸福共号议员福袋,有民众一早就排队等候。 蔡英文到场时,一名男子因不满烟税被调涨,高声质问蔡英文烟税为何涨30元,蔡英文当时已踏入庙内,并未被影响。 这名男子循迹被警方驾离现场,清水警分局长高智良表示,会再进一步了解该名男子诉求。